有种说法说北京市民每喝三杯水 有两杯都来自密云水库 这一句话就道出了密云水库的重要性 但是最近有媒体爆出 在密云水库的上游河床 有一个占地3000多平米的垃圾填埋坑 已经存在三年了 您看看有图有真相 有民间环保组织称 这个臭气冲天的垃圾堆要是赶上下雨 垃圾渗绿液会直接威胁到当地水源 面对群众担忧 北京市环保部门的调查结论是 没有影响水质安全 但是垃圾要立即清走 你说既然不影响水质安全 那为什么又得把垃圾清走呢 到底是谁这么大的胆子 敢在水库保护范围内倒垃圾呢 其实环境污染问题早已经是人人自卫了 为了有个明白账 前段时间北京的董律师就向环保部提出申请 要求公开全国土壤污染情况的相关信息 要知道这个土壤被污染之后是很可怕的呀 因为很有可能会通过农作物种植 以及地下水渗透等等 对人体健康造成损害 而且这是在不知不觉当中发生的 前几年国家曾经投入十个亿调查 全国土壤污染情况 然而面对百姓申请 环保部近日却以国家秘密为由 拒绝公开全国土壤污染的调查方式和数据信息 这就奇怪了 土壤污染关系到亿万公民的健康 事关公共利益 理应公开 难道是污染状况太严重了 不敢公开 但是不公开就等于不被监督 如此下去污染问题只能会越来越严重 那么关于此事我们来看看媒体的评论 首先这是人民日报的文章 人民日报官方微博的微评论 题目叫做还有多少国家秘密 说国家秘密像是拒绝公开的四字真言 是涉及秘密不变公开 还是担心引起不满不敢公开 非典疫情初期和PM2.5引发关注时 都曾是不能说的秘密 最后不是说开了吗 天也没他呀 遮掩只会让人猜测 我们被骗了 再来看看长江网的文章 也在讨论这件事情 题目叫做 土壤污染数据也是国家秘密 文中说 环保部的拒绝理由 让人感觉到浓重的衙门气息 但是你越是这样矫情矫纵 民众越是不买账 希望不要等到发生严重污染事件的时候 才被迫公之于众 亿万人民的生命健康 不该成为土壤信息公开的最后筹码